我觉得现在 我们应该请三位男生 爱的初选亮相了 就每一个人 会用一个小图标 来表示他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三位男生的 他们的自选头像 我们来看看三个男孩 分别叫刘航 谭家伟和王腾 然后他们分别选的 这个头像刘航的这是 带点科技感 这是一个卡通体的家吗 对 刘航这个图标 是汉字的加一 那个加本身的汉字 然后又是数学公式的加一个一 还能看出数学公式 我们看看谭家伟 这应该是一个 透视的摄影作品 旅游和摄影比较接近一点 或者是他是一个 有双下巴的男孩 喜欢热爱自然的一个人 也许 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胸襟开阔的一个男士 不知道这是不是批的 还是真的是 我们的世界就有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而且没准他也喜欢脑洞大开 我觉得关键点就在于是真的还是批的 如果是批的话就意义比较复杂 不好说了 但是如果是真的 这种景色很难寻找 说明这个男生要么就是向往这样的美景 要么就是去过并且在那里面拍了这张照片 代表了一些好的人生经历 一会儿可以问问他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号叫王腾 我们能看到应该是夜空当中有一轮明月 然后应该是有一个人吧 对 在月亮下上网的 这是 是吗 我觉得是这儿的信号比较好 对 那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其实就是三个男孩 而他们个性的表达都没有第一时间抓住女生的心 都猜不通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三个男生吗 二号男嘉宾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你头像的这个景象是真实的还是批的呢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图呢是我在网上找的 但是我只是比较喜欢它这个图的寓意 洞内往外看的话 更向往是一种自由和希望 代表着我个人会是一个比较胸襟宽阔 希望自由 希望这种就是蓝天白云晴朗的感觉 好 这是家伟 想问一下一号男嘉宾 这个加一是代表了什么呢 这个和我的工作有关系 其实这个是一个标志 主持人说得很对 就是像是幼儿园有一点卡通形象的 我的朋友创建这个公司 就是给小学生辅导作业用的 他把这个标志 还有这个名字包给了我 所以这个设计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所以这是你设计的作品 对 而且一般标志的话 辨识度其实有些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听到包括老师啊 还有主持人一下能认出来 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 当然最后那个公司没有开起来 有种种原因 但是这个标志的话 我觉得它象征着青春有活力 还有无限可能吧 曾经蔡明的一段采访 对我非常有影响 当时蔡明老师说 在北京电影学院有一个老师 告诉他一定要有一个少女心 无论多大 其实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少年 所以的话我把这个标志 作为了我一个形象吧 刘航嘴儿真甜 这到我们现场要抓重点 要抓住我们丈母娘的心 谢天导演说的 要有一颗孩子的心 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你才会相信爱和希望 你才会永远有想象力 创造力 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是的 而且我喜欢刘航的作品 你看它的这个颜色 用的是蓝色和绿色 蓝色给大家带来的感觉 就是神秘的 然后绿色又象征的是和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孩性格 应该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看王滕 滕啊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那个是在夜空下上网吗 这个头像的寓意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星空是神秘的 然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然后也充满了浪漫 充满了艺术 其实不是在上网 因为我觉得 加厉的望比那儿更好 其实我是在神秘的夜空下 然后找寻自己的梦想 还有自己未来的爱情 好的 那你看三位男嘉宾 今天都已经把他们 每个人的头像 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解 我们是不是现在 可以请出陈芷妍教授 看看在匹配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哪些 非常契合的地方 好不好 有请陈教授 好 今天呢 那我们和雪晴 匹配的三位男嘉宾 匹配程度是中配 匹配度最高的是谭家伟 那么谭家伟呢 和我们雪晴 匹配最高的维度 是家庭规划 匹配程度最低的维度呢 是责任感的部分 排在第二的是刘航 那么刘航呢 和我们雪晴 最匹配的维度呢 是消费观念 匹配维度最低的是 兴趣爱好的部分 在你们现有选择的兴趣爱好里 我们没有发现重叠的 但是待会儿 你们也许可以就此聊一聊 那么第三呢 就是王腾 那王腾呢 和我们女嘉宾 最匹配的部分呢 是作息倾向 也就是说都偏向于百灵鸟 匹配程度最低的呢 是家庭权力的分配 关于家里听谁的 这事也可以再商量商量 这家里听谁的挺重要的 对 你觉得应该听你的吧 应该是听我的吧 那看来王腾 一定是想让听他的吧 这个不是 这个真不是 不是 我听他的就行 王腾 你现在能看到女嘉宾吗 现在看不到的 对 那你为什么就敢于 这么直白地把权力交给了 可能成为你女朋友的 这位女孩呢 因为我听他说话就听出来了 你听出什么了 我听出了 听出了一种爱情的味道 所以刚才我们 无论是这个测验也好 还是急性的现场的对话也好 都可以方便你来做出初步的判断 我们叫爱的初选对不对 对 所以接下来你要涉及到 一个爱心值的一个分配 这是一个很干脆的姑娘 这个女孩其实是很直接的 所以雪芹给我们的初步印象 也是人很花不多 很好 有个性的姑娘 那我也想问一问 雪芹 你为什么非常干脆地 给了谭家伟五颗心 你要说喜欢头像 我们刚才可问你了 这三个人头像都没有打动到你的 结果他一番解释 可能会觉得有点意思 对 其实是后面聊天的内容 比如说刘航他讲了 他创业的这个故事 那可能在女嘉宾的头脑当中 就会形成画面感 一个小伙子做设计 然后给公司设计标志 就这个形象 是不是女嘉宾喜欢的 就不一定了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然后我觉得王腾说话的时候 强调了自己能听得出来 女孩有多么好 就直接愿意把权力交给对方 我觉得一般来讲 女生听到这种大方的权力的言论 会有点小心 就因为话给的太随便呢 就可能事上就没有那么准 或者觉得没有那么真诚 对 有可能是因为这件事 影响了王腾的得分 然后相比来讲呢 谭家伟讲的是向往自由 喜欢在海边散步等等 这样的言论 在三个男嘉宾里面 听起来 好像是最让人开心的一种状态 其实王腾挺冤的 王腾不一定是有嘴滑舌的人 但是呢 刚才又说了一个谁做主 结果给那孩子给吓的 你做你做主 你做主 所以王腾说明什么 咱们男人的权力啊 轻易不要放出去 是的 老师